嗨 我们商调柴 我是吃肉 这个是我的教本啊 他还没有从旅途的平衡中缓过来 大竹县的一早上真的是充满活力 而且发现这儿人真爱吃杂酱面 我听说啊 这儿有一家开了20年以上 老板很有个性 6点开卖 9点 10点卖到差不多 就心情不好就不卖了 甚至随时随地跟老板娘吵架 一气之下拉扎不卖了 他是谁呢 见瓶小吃 这会儿店里人真的是超多 找个地方坐下吧 找个地方等我的面 等着等着等着 面快来了 面快来了 着急出来都没有拿脚架 一会儿要举着拍了 之前做了些小好的玉席 说他家的草点 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 环境脏乱差 老板脾气大 但是目前看下来 如果那个是老板的话 我觉得还挺OK的呀 没有什么所谓的 逮着老板娘一顿饿怼 总之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是一个小份的扫子面 10块钱 二两面 在那儿飘着轻轻的一层油 分层的 没拿脚架 他就只有自己来当脚架了 嗯 浑厚但不浓稠 麻麻麻 路口就把我麻到了 作为一个吃面大省的人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扫子的 我真的是 一嘴下去特麻 别人说他家的面很硬 我觉得还可以呀 可能是不是因为 沙西那种很硬的那种 像柳香面一样的 我吃多了 就觉得他还好 不过确实是 碱水面嚼起来 有一种特有的那种 也不能叫硬吧 是比较韧的一种质感 现在我理解了 可能有个朋友会说 这个面太油了 早上吃了 会肚子不舒服 如果你 习惯那种清淡的早饭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过油 但这我能保证你一天下来 你一个早上 都是活力满满的 相信我 他真不说欺负你 这个面你真的吃不了 谢谢 这是面汤还是什么汤 骨头汤 这点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沙西就是 原汤消炎神给你面汤 他家是骨头汤 那你家不卖骨头呀 那骨头炖完就 这不是一个什么的副产骨头 等于说他们是专门出品了 这个汤给客人的一种 sabis 所以我觉得是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是一个 评价两极分化的面 有人说完全不值得来 甚至给上一些恶多的词语 那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就是在大主长大的 香愁呀 家乡的味道 作为一个同样面试大省的人 完全理解这份感情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 特别麻 它不辣 就是麻到 不说麻到心坎里 麻到你的肌肉里边 我的嘴现在都 还在分泌口水 是一碗有东西的面 我指的不只是味道 还有更深层的味道 可惜这个 不能给安吃安宝宝 那我们尝尝鸟 下次有什么 好吃的好玩的 再见吧 就不干扰别的 同桌的 帅哥跟小姐姐了 拜拜